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杨 今天有一位大哥给我连续说 他那儿有一窝麻犬 现在已经三十多天了 一共有六条,有大的有小的 现在咱们一定来到他边村了 前面就是大哥了,在等咱们 那么很多粉丝留言说 阿杨你的视频为什么更新这么慢呢 就是天气太热,人受不了 狗也受不了 所以说视频会给大家更新慢一点 有需要狗的话 可以多关注关注阿杨 好,前面就到了 好,咱们跟着大哥一起来到他的家里 大哥刚从地里边干活回来 已经听到小狗的叫声了 好,来咱们看看 这狗笼里边 就是大哥说的这一窝麻犬 来看看 一共有五六条 大哥里边,这是狗粮 那个盆子是放水的 现在大家大致看一下吧 个头大小不是太大 有几条特别的小 里边有三条 看着还可以 其他的太小 尤其是刚才下龙的那条 我瘦得跟老鼠一样 这窝麻犬整体看着很一般 但是里边有两条还是 有三条吧 还是比较出色的 其他三条 咱们说实话 看着我 我看着太瘦了 太瘦小了 而且长得也不怎么样 跟老鼠一样 你看这条 这么瘦 看着尾巴 哇塞 里边有三条大的 咱说实话 看着还行 但是呢 但话又说回来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 那么类似于这种麻犬的话 价格可能不是太高 尤其那三条小的 那价格是非常的便宜 那么刚才我和大哥 大姐聊了一下 有两条价格高一点 咱们把它拿出来 就这两条可以看一下 这两条都是母的 有一条是深灰的 有一条腿带点黄 这就是三十多天的小麻犬 那么在内窝里边 就这两条看着个头大 然后整体也不错 胆量也还行 就这两条 刚才跳车了 你看这条 看这条的运动力 这么小 这么高的威蓝 一下就出来了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 这条我个人感觉 还是比较稳重了 相对来说 这笼子里边的 比外边的小了很多 但是笼子里边的价格很便宜 这一窝里边 咱说实话 我就看上这两条了 其他的咱说实话 不怎么的 但是的话价格就是很低 低的让你想象不到 只能这样跟你说 来看看这个 看这小黄腿 小黑脸 小耳朵已经立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麻犬玩的就是它的咬口 然后它的兴奋度和服从性 那么这个小家伙 咱刚才也没有拿布条试试它 但是从整体甩尾巴的情况 和整体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个小家伙还是不错的 你看小专注度 两个小眼镜 还是炯炯有神了 那么相对来说 这笼子里边这几条 咱说实话 看得我 心里边不得劲 为什么不得劲了 同样是一窝狗 差距这么大 就最右边这条 戴白胸的 耳朵立的漂亮 然后就是带来白胸 看它的胆量 那么后边的三条 再说实话 我根本没看上 那么相对来说 如果说 大家想要便宜麻犬的话 给阿阳评论区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 这一期的麻犬 就带大家看这里 好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